这个动画是刚刚看到川普嘴的中国 那事实上国台办这两天对台湾也很凶 是的 其实2019年今年以来 台湾跟美国的关系 有这个大幅度的进展 不论是在军事或是政治上面 但是你可以每次听到这个国台办对台湾 骂得越来越难听 那最近的这一次 这个我听了也是 就是国台办为什么讲话讲到这个地步呢 就寡连闲耻 这什么意思呢 其实这正代表是说 国台办或是说中共它无计可施 它现在只能歇斯底里了 因为其实过去30年来 你看我们台湾才获得了 经过30年才获得了 这个地表上最强大的这个战车 坦克才获得了这一款F-16V 这款新型的战机 可是这30年来 中共以对付台湾为名义 它自己发展了多少的 什么坦克啦 那为什么这个川普这个非常好笑 这是记者问呢 引用的澳洲的那份报告 那那个川普就马上回呛回去了 川普这个人 在第一个在口头上面 第二个在军事上面 他绝对不会示弱 还记不记得去年年初的时候 说北韩有核武 川普马上呛说 他桌上的那个核武发射钮 比金真的大多了 听了会喷饭就对了 可是这一次啊 川普其实讲的是事实 就是说他上任以后 他逐年的在加 在增加这个 国防预算 美国的这个军费 那有趣的是 其实是澳洲的这份报告 他在讲什么 我简单的说 澳洲的这份报告 指第一点 就是中共现在用各型的飞弹 就足以瘫痪美国美军 在整个亚洲地区的部署 然后美军现在有两个缺点 第一个缺点就是说 美国在亚洲的建军计划 没有一贯性 所以说常常前面说要做什么 但后面的虎头蛇尾 没有把它完成 这是第一个缺点 第二个缺点 就是说美军的装备 常常在使用 就过度频繁使用 所以说呢 这个会造成这个战力的 美军战力的这个空隙就对了 那这个报告最后的建议 我觉得也非常有趣 这个报告的建议 按照这种情况之下 第一个美军 你自己的建军计划要有一贯性 第二个就是这个 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同盟国 你要分担更多的责任 这里面被点名的 头两个 一个就是日本 一个就是澳洲 其实我觉得这份报告是讲给澳洲听的 因为过去这三年 日本它在它的建军计划里面 也有涨足的进步 也投入了大量的军费 我顺便讲一句话 今年五月 日本宣布要购买105架 F-35 对不对 这是最强大的隐形战机 然后里面有42架呢 这个F-35C呢 那个是未来要部署在航空母舰上面的 所以说你就可以推估未来 这个日本它至少要有两艘 航空母舰 那我们的F-16V呢 更有趣是要部署在我们台湾的东部 尤其是东南方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未来在第一岛链 在这个中共出入这个第一岛链的这个出口 我们头上的宫谷海峡 那个是由日方来防守 我们的F-16V 未来会来防守我们下方的巴士海峡 然后你未来中共的军舰军机 再来绕台湾 你要离我们远一点了 你自己要躲远一点了 那F-16V呢 它其实我可以再讲 就透露未来的建军这个发展的方向 就刚刚谈的 就说美国跟台湾的军事要怎么联合作战 未来这个F-16V 它上面的这一套电脑系统 就它可以直接跟美国的航空母舰上面 是直接可以联系上的 所以可以归纳 就可以归入未来的这个航空母舰 这个作战群 美国的在亚洲的直接协同作战 然后未来我们的F-16V呢 其实下一步就是它还会再带三到五架的这一种无人机 是一起去协同作战的 所以它的使用方式是多样式的混合使用就对了 那再加上我们前面说的这个地表上最强大的战车 这个M1A2 它会让中共的这个攻台计划 尤其是登陆计划它要整个重新改写 然后我们的这款F-16V 这个全部进驻完了以后 再加上我们原有的F-16AV其实也在提升 往F-16V的方向提升 整个提升我们有超过200架的F-16提升款的 那会迫使中共未来它要进出第一岛链 来自于南海它的军事行动都会受到这个压迫 都会这个受到我们的威胁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 所以老共反弹 他才会又叫又跳又闹 对 泼妇骂街了 老共这么反弹表示我们买了对的武器 买在刀口上 而且刚刚好 就是这个时候 因为其实过了2000年以后 美国国防部有好多个 这个台海的这个军事评估报告 都说2020年是台海军事失衡的一年 就结果就在2019年2020年来的前夕 这两样武器过来了 当然还有带其他的了 所以看起来两岸的这个军力的平衡 还可以再维持一段一段时间 这个就是中共跳脚的地方 董老师网络攻防现在是越来越激烈 我们在谈网军的时候 把它分成两个城市 第一个城市是专业局的 专业级的军队 就是说这种非常专业的 真正的军队的话 它其实是潜伏是主要的目标 潜伏来干什么 第一个他要进入你的电脑 他要窃密就是骇客 那是专业的骇客 第一个他是要窃密的 他不能让你知道 第二个呢 他是准备在关键的时刻点 然后瘫痪你的电脑运作 就是说如果中共的这种网军 再敢攻击我们美国的话 我们美国要用实际的手段 去摧毁你 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知道你的网军在哪里 那时候被美国查出 不是有两支部队吗 上海有一支61398 还把那个上海的那个部队 所在那个楼房都已经造出来了 在美国手上 所以美国国防部就恐吓 这个中国说你如果再攻击我 我直接用炮火 我直接用飞弹去摧毁你那个部队 2015年 好 去年 美国公布了这个川普时代的 这个网络安全报告 是由他的国安顾问Polton 他所公布的 然后这个Polton 他在这个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他还特别讲了一段话 他说未来美国会结合他的盟国 包括台湾来共同反制 是一个中国的网军在全世界的攻击 所以我其实我认为 因为台湾跟美国 本来就有国土安全上的合作 是那个制度化的管道 从这个911事件开始的 所以你可以看 大概每隔一两年 美国国土安全部的部长 副部长他其实会来台湾访问的 就是说网络安全 它是属于美国国土安全的一部分 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美国跟台湾的这种 共同的网络安全的防卫合作机制 早就形成了 我们刚刚看到那么多新闻 针对有YouTube的 推特什么的 其实我高度怀疑 其实都是台美双方 共同合作之下的产品而已 嗯